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标的并不应该是社交类应用 而应该是类似的生活入口 人们或许可以轻易地列举出美国各方面的巨头 社交的Facebook Instagram Snapchat 只付到PayPal Namo Apple Pay信息来源的各类新闻和网站 但是 说要说到整合了多种功能的生活入口 唯有一款重量级的产品 不应被忽视 电子邮件 人们通过电子邮件和朋友保持联系 与世界沟通 并获取信息和服务 比起国人办事都喜欢用A信聊 美国人更习惯通过邮件来进行大量沟通 在美国 人们每天平均都会收发百多封邮件 超过70%的人拥有多余两个活跃的邮箱账号 电子邮件不年轻了 科技世界起起伏伏 羡慕了等 产品无数 35岁了的电子邮件却是个特例 时至今日 它还是人们广泛使用的一项工具 甚至使用人数还在一个平缓的速度持续增长 可能在很多人心目中 邮箱都还是个很冷门的工具 根据2017年8月4日CNNIC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 2017年6月末的中国电子邮件用户规模约为2.6亿 使用率为网民的35% 半年增长率达6% 这组数字是什么概念呢? 同期 中国网约出租车的用户规模约为2.78亿 微博的用户规模是2.91 而美国的电子邮件网民渗透率是中国的2.6倍 根据statist的数据 在美国 尽管分数叫晚 但电子邮件用户在2018年 占全部网民的90.6% 这意味着上网的人中 每10个人里 只有一个不使用电子邮件 我们再看看微信 根据激光大数据发布的2018年QE移动互联网行业数据研究报告 微信在今年3月份的渗透率达86.4% 这一数字是低于电子邮件在美国的渗透率的 或许也使得聊聊美国的电荷邮件 这是更有意思 为什么Email算是一个和微信对标的生活入口 为什么Email在美国特别风靡 这篇文章试图从用户习惯语路径上来 给出一个可能的解读 用户习惯 美国用户 往往从校园就开始培养邮箱使用习惯 在美国 很多学校从初中起 就会为学生提供一个学校邮箱 仅仅就校园内部而言 邮箱是主要的沟通方式之一 所有的校方课程沟通 包括补充阅读材料 课后总结 考试分数和分布 提交论文 校计活动和放假的通知 社团活动的宣传 大都是通过邮件来沟通 而在国内 一般都有老师在课堂上直接发放通知或宣布 或是通过校会和班会等方式告知 提交论文 一般也都是上缴打印好的 或是手写的纸质稿 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 美国绝大部分初中和高中均为走班制 这导致通知很难通过真人口头 或是书面的下发 其次 美国学校大都并不禁止使用电子设备 这为电子邮件的使用创造了客观条件 而比起更具有干扰性的即时通讯 邮件也更适应于小人这个环境 走上社会后 电子邮件也是最正式的职场沟通方式 几个最直接的好处是 邮箱的后缀名 可以是公司名称显得很正式 在对外沟通时 也可以有消失被一个人所属公司 公司可以自行构建服务器 安全性高 群组发送 超送 命送 转发 定时发送 以独回职功能涵盖工作中的各种沟通需求 多地同时登录 所有附件存在线上 可以作为存到和依据 在工作协作应用层出不穷的今天 邮箱仍旧有期望生的生命力 不仅仅是因为它自带正式的属性 更是因为它能解决工作沟通中的许多痛点 主打IM的工作沟通软件Slack增长迅速 因为即时通讯可以快速的传达信息并得到反馈 然而在Slack上发送长篇大论的工作报告就显得很奇怪 更别说Slack只能用于公司内 在需要多方协作的时候就难以维系 不管应用场景选定在工作场合的各类效率软件如何发展 Email始终都是无法剥离的重要一环 它解决的是不熟悉的人需要一个靠谱的认真 邮箱etco的公司名称 并且保证正式感和效率 还可以随时追溯的沟通需求 而在学习工作外 美国用户在生活上仍高度依赖邮箱 举个例子 我的电脑出现了故障 需要退换 尽管我以线上聊天和电话的方式与客服沟通过 但我仍旧需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电脑的照片 并通过邮件收到赤润单据 来进行下一步的沟通 而在国内 我可能直接通过商场的聊天应用 就可以搞定所有的步骤 除了退换货以外 预约私人医生 银行账单 保险理赔等等生活琐事 几乎都需要用电子邮件来沟通 功能多样在美国 邮箱时注册各种服务时的不二选择 在国内 往往应用喜欢让用户打定手机号码 用手机号码来注册 并获得各类验证码 此外 美国的第三方平台 登陆也有邮箱的身影 比起罐内一般采用的微信和微博账号 一键登陆 美国APP一般采用的是Google accounts 或者FB一键登陆 在美国 邮箱账号往往还扮演了微信公众号平台的角色 美国大量的内容网站 无论是传统媒体 WFJ Times Washington Post 还是新媒体个人博主 Medium TechCrunch 认在邮件注册后可以订阅每日每周每几度邮件 邮件内容往往还可以私人定制 图片中的第一条是The Wall Street Channel的每日推送 里面有十条对于今天最重要的新闻的解读 第二条是来自 Financial Times的每日推送 根据我在FT上所关注的行业和板块 来推送过去二十四小时内的热点新闻 第三条来自Android Manda 内容是他博客的一些更新 和他最新一本书Machine Learning 是读版的最新章节 第四条是来自麦肯西的几度报告 除去证金的新闻外 美国的邮箱账号 还往往是个变身促销邮件的聚集地 是不是很像曾经出现在实体邮箱里会看到的超市打折券 国内常见的教程 可能提为微信推送如何转化为销售 而在美国 Email销售始终是个热门话题 2018年 在手机上打开一封促销邮件后 销售的转化率可以达到50% 在电脑段的邮件销售转化率 也有35% 总体而言 邮箱对于美国用户而言 是一个生活入口 人们通过邮箱处理工作 保持人类关系 获取信息 打理生活中的琐碎点滴 美国的邮箱好用 啊 国内的几大电子邮件服务商 可以说是很没有诚意的 网易邮箱广告多 QQ邮箱功能不全 还容易被打成垃圾邮件 换我我也不用啊 更别说整体界面 可能和我是您 注册邮箱时的界面 相差无几 美国的邮件服务商 Gmail AppleMail Outlook Hotmail 等功能丰富 页面简洁 可以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用户 生态 我们以Gmail为例 最新版的页面中 利用Gynosua把自动将邮件分成几个Tacker 在几个被选项中任意选择组合 左侧边栏下半部分是Google的IM功能 可以和联系人发短信打电话 右侧的几个小标签分别是日历 被忘录 和代办事项 可以在查看邮件同步做出记录和调整 点击加号可以添加插件 包括工作协作软件TRAILO 而Fona各种运法检查插件 工作文单编辑插件 编辑右上角可以打开更为丰富的Google系应用 例如像微信朋友圈的GOOGLE一家 网谈Google Drive 在线文单编辑的Google Deck Slides Sheets地图 翻译 网课 购物 新闻 论文 旅行 视频 可以说的上市应有尽有 因此 比起国内功能简单 风格制服的邮箱 美国的电客邮箱 更像是一个集成的生活入口 尽管我会使用其他各类软件 来实现一些具体的 细分的需求 但我很难做到 一天不打开email 可以这么说 在美国不用邮箱 就像在国内不用微信 比心